女主播的生活有多混乱 看完这部电影你就知道了 哈喽大家好 这里是貂蝉聊电影 今天给大家带来电影进入直播 影片开始在一个昏暗的粉色房间 劳拉正在进行着直播 她上身真空在镜头前搔手弄姿 愉快地与粉丝聊着天 只要打赏到位 对于粉丝的要求几乎都是有求必应 劳拉很懂粉丝的心理 一边打擦边球 聊骚一边让他们投出打赏 这时一条留言引起了她的注意 有一个粉丝让劳拉伤害自己 一开始劳拉还很生气直接将她拉黑 可后面越来越多的人应贺这条留言 劳拉被激怒了 她拿起手中的刀子滑向了自己 顿时鲜血直流 直播结束了 但这仅仅是个开始 其实刚刚的一切都是劳拉自导自演的 而那个带节奏的留言是她找的托 一个爱慕她的狂热粉丝 这场自杀秀很成功 劳拉的直播排名上升到了53位 在感谢了狂热粉丝帮忙后 劳拉接通了大金主的电话 大金主一直给劳拉刷礼物 劳拉相对应的也会给她提供服务 近期劳拉的目标就是要冲进前50 晚上在直播前 劳拉换上了更加性感的衣服 并开始吃着牛排 这次直播的效果很好 劳拉的排名一直在上涨 可没想到的是 她的对手为了打压她 行为也更加疯狂 这让劳拉很是焦虑 就在这时狂热粉丝再次联系劳拉 说想要和她约会 劳拉只觉得心烦 没有理会她 为了冲进前50 劳拉开始了更激烈的直播 她成功冲进了前50 经过一晚的直播 劳拉很是疲惫 等到第二天醒来 她发现自己的账号被盗了 她以游客的身份进入平台 发现自己的直播间正在直播 她点了进去 发现一个和自己长得一样的人 正在冒充着她进行直播 劳拉也觉得很是奇怪 赶紧打电话给平台确认 却被平台告知一切正常 劳拉注册了一个新账号 用观众的身份进入自己的直播间留下评论 却不想另一边的冒牌货 竟然和她互动了起来 劳拉彻底慌了 她不知道该怎么办 就在她寻求对策的时候 狂热粉丝再次找上了她 昨晚在直播间 冒牌货答应了要和她交往 劳拉赶紧将狂热粉丝打发走 想着该如何进行反击冒牌货 她再次点进了直播间 发现冒牌货靠着各种手段 成功冲进了前二十 直播间一夜爆火了起来 在弟弟生日当天 劳拉被弟弟的同学当众羞辱 亲戚朋友们都知道了 劳拉从事不正当的行业 生日会一下变得十分尴尬 劳拉只好先行离开 无助的她选择了报警 警察却在看了直播的内容后 主官认定了劳拉不是个正经人 不受理她的报案 劳拉只能靠自己了 她必须采取一些行动 她开始进入自己和其他主播的直播间观察 发现常年排名第一的榜主汉娜 和冒牌货说过的话很多是重合的 劳拉怀疑汉娜也被冒牌货顶替了 于是赶紧调查她的身份 她找到金主巴尼 巴尼和很多主播都认识 从她的口中 劳拉套到了汉娜的住址 可在继续调查下去 劳拉却惊讶地发现 汉娜早已去世 那现在在直播间的人 必定是冒牌货无遗 此时劳拉和汉娜的直播间里 两个冒牌货正在房间谈笑风声 对着大伙炫耀劳拉和弟弟的合照 在房间里的劳拉崩溃了 狠狠地摔坏了电脑 但她没有放弃寻找线索 通过进入榜单前几名的直播间 劳拉发现了一个熟悉的账号 那就是一直纠缠自己的狂热粉丝 看来整件事与她脱不了干系 劳拉赶紧找了过去 狂热粉丝听了劳拉的话后 表示自己会帮忙的 并将劳拉留下来过了一晚 晚上 劳拉醒了过来 听到狂热粉丝正在和冒牌货连卖 她知道自己被骗了 拿出电机棒将粉丝打倒在地 询问她事情的缘由 粉丝去打成招 告诉了劳拉自己所知道的一个神秘组织 这个组织会利用人工智能技术 复制出女主播 从而代替她们 狂热粉丝表示 自己只是知道这个组织 完全没有参与 因为她爱着劳拉 并不希望她受到伤害 趁着粉丝倒地 劳拉跑进房间和冒牌货连卖 冒牌货在看到劳拉后 丝毫没有表现出惊讶 反而询问她是谁 看到冒牌货的反应 劳拉明白了 现在在电脑面前的 只是一个复制数据 她不知道是谁策划的一切 电影到最后也没有给出明确的解释 可能是平台 可能是警主巴尼 也可能是极力撇清关系的狂热粉丝 劳拉没经历想那么多了 她想要利用这个机会 来证明自己的清白 她跑回家中 用新账号打赏了冒牌货 并和她连卖 冒牌货答应了 两个劳拉同时出现在了直播间 粉丝们并不关心 谁是真的 谁是假的 只是想一心让他们PK 第一局的魅力比拼是冒牌货赢了 这让劳拉愤怒不已 她狠狠地撞向了桌子 将自己的鼻子撞歪 流了很多血 屏幕那头的冒牌货没有再入这种数据 出现了乱码 这次是劳拉赢了 赢了的冒牌货会无条件地接受惩罚 劳拉便要求她交出直播间的账号密码 在获得账号密码后 劳拉果断地选择将直播间关闭 这场真假疑云也终于告一段落 一年后劳拉的伤口恢复了 她进行了整形 重开了直播间 一切将从头开始 但这一次 她不会再被虚幻所迷惑 也不会为了冲击排名 放弃下限 她已经看穿了主播世界的肮脏黑暗 但她绝不会被再次打败 影片也到此结束 片中采用了许多当下流行的元素 直播和人工智能 讲述了虚拟与真实 网络的发展 确实给我们带来了许多的多元化与便利 但在虚幻的世界中 人们都容易迷失自我 而这场进入直播 直播的是劳拉的一小段的人生 也是在警示着大部分人的人生 好了 本期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你看都看了 确定不关注我吗 下期再见